好的 这一期的话 我们来讲一下银朗的两个隐藏成就 那银朗的话 第一个成就叫做脆弱之身 在当场战斗中 对一个敌人 添加三次不同属性的弱点 想获取这个成就的话 需要一点点的技巧 好的 我们先来找一个boss啊 我们挡开这里 然后的话 我们选择一个材料周本吧 来到这里虚影这里 然后我们选择第一个空海之行 传送过来 然后你先看一下这个boss的属性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它的弱点是物理 然后分还有一个虚数 那我们要组队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肯定要放银朗 那我们另外三名队友的属性 千万不要和boss的弱点属性相同 记得不要物理分和虚数 好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 我们找一个兵系的吧 然后第二个把这个虚数换掉 换一层这个量子的 好 第三个的话是雷系的 那这三个队友的属性和这个boss的属性是不相同的 那最后一个的话我们支援一下 找一个银狼上来 好的 第一回合我们银狼释放一技能 然后第一个会下来的是一个兵属性的弱点 好 第二回合 那下来的是一个雷系的弱点 这个属性的话是随机的 但是从我们这个队友这里挑的 好的 我们第四回合出现了一个量子 那这样的话我们出现了三次弱点 就可以获得这个成就了 那同样的方法啊 我们第二个成就就是在挑战卡夫卡的时候 要为卡夫卡贴加两个弱点 卡夫卡的话是在我们魔女宇宙第五世界 然后你先看一下这个卡夫卡的一个弱点属性 它是物理分和这个虚数 那我们队友的话 至少有两个队友的属性和它是不相同的 然后你再带上一个银狼啊 就可以获取这个成就了 因为银狼的这个技能的 不会无中生有 它的属性是会从我们队友这里挑的 好的 本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